明白地球的五十篇 1. 为什么地震观测所遍布世界? 世界上有几千个地震观测所 每天在持续观测 因为世界上不发生地震的国家也有很多 也许有人会想 那样的国家为什么也需要地震观测所呢?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从世界各地发生的地震产生的地震波 在地球内部到处转弯、反射 并且到达世界各地的地震仪 地震波被射在地球另一面的地震仪 记录下来的事也不少 根据这样的观测 能知道地震在哪里发生 是怎样的规模震级 另外,也能明白震源 是由于怎样的动力引起地震的 因此,地震仪在世界各地都是必须的 另外,也许有人读过报纸上这样的报道 联合国有探知秘密进行地下核试验的计划 因此要收集世界各地地震观测所的数据 进行解析 因为任何核试验都会发出强烈的地震波 即使现场附近没有地震仪 地下核爆炸也不能逃脱灵敏度高的地震仪的监视 这是与根据地震仪的数据决定的地震的震源 震级的操作相同的 也就是说,这个计划是地震观测所的副业 另外,震源的作用力由于地震和核爆炸而不同 能从这个不同点区别地震和核爆炸 这就是说,从地震的震源发出的地震波 是根据出行方向的推力波或者引力波 但是,核爆炸或者炸药爆炸 是向各个方向都发出推力波 地震仪是捕捉地面震动的机器 其构造是和麦克风接收声音相同的 其实,灵敏度无论怎么高的麦克风 放在东京的话,也是不可能听到大阪的声音的 那是因为附近的杂音的干扰 无法捕捉远处发出的声音 地震仪也相同 要知道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地震或核爆炸 就必须在世界各地的地震观测所进行观测 地震观测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知道地震的震源在哪里 地震波对于我们地球科学家来说 也是通讯源 这个通讯源除了提供地震是有什么板块的动作 引起的这样的震源信息以外 也提供有关地球内部的信息 也就是说 地震波在地球内部传递时 有时传递速度会发生变化 有时性质会发生变化 总之诸如此类 地震观测所能收集各个场所的信息 所以为了研究地球内部 地震观测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因为地震仪是像麦克风那样的东西 所以地震观测所的设置地方 应该在周围杂音少的地方为好 因此铁路、都市和工厂自不用说 人的活动尽可能少的地方 才是好的观测场所 总之越远离文明 就越能成为好观测所 仅仅在日本就有数百个地震观测所 可是各位当中 见过地震观测所的人 基本上没有吧 这是因为地震观测所的场所 一般都在远离人群的山里 这样的偏僻地方的缘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